欢迎收看,我是熊老师,佩妮教素玄 那我们这一集呢,要来继续介绍这个LOG的运算规则 我们前面介绍到,如果说LOG底数不写的话,是 底数为10 底数为10 然后如果LOG AA是1 LOG AA0是 没有,不行 LOG A1是0 对不对,如果 LOG1的话是-1 对不对 好,然后说 这个 A的 LOG AB次,就会是B 因为LOGAB次,A要几次是B 那A这么多次,他就一定刚好是B 然后说这个LOG Y等于LOG AX和Y等于A的X次,会刚好互为反函数 接着我们要继续看 这个LOG BA会刚好等于LOGAB分之1 那这个道理很简单啦,因为说 2要几次是3 和3要几次是2 是 刚好互为反函数的嘛 如果说2A次是3的话 那么3呢 我们前面有讲过啊 同开A次更号嘛 3A分之1次 是不是就是2 那这个是LOG23吗 这个是LOG32啊 所以LOG23跟LOG32 其实就是刚好互为导数 所以LOGAB和LOGBA是互为导数 再来 LOG的帧数的次方 这样子这个是N4X的次方 可以把N拿到前面乘 那这个其实我们在前面也说明过这件事情 就说你XN4等于你連加了 連乘了N个X嘛 那你把它分拆开来就变成有N个LOGX加在一起 所以是N倍的LOGX 或者是我们从这里从指数率去看 如果A这么多次是X 那么A这么多次又N次 就会是XN次 那根据指数率 这里会乘起来 它会变成A的N乘三角形 是XN次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LOG AXN次 就是A要这么多次是XN次 它是N乘三角形 而三角形是什么 所以你就会得到说 LOG AXN次会变成N倍的LOGX 所以等于是 相当于是把帧数的次方拿下来在前面乘 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底数有次方的话 就可以拿下来在前面 但是会变成N分之1 也就是说 如果A 那个三角形次是X的话 那现在说 A的N次 要几次会是X啊 那因为你把A给N次了 所以你要的次方 其实不用那么多了 对不对 你只需要N分之三角形就好了 你这两个相乘是不是变回三角形 所以A的N次 只要N分之X次 就可以变X了 那这个就是LOG A的N次X 然后它会是什么 它是N分之1的三角形 而三角形就是这个LOG AX 所以说 底数的次方可以提到前面 当分母 帧数的次方可以提到前面 当分子 所以你可以把帧数跟底数的次方 一起提到前面 那也同时就代表说 你可以把帧数和底数一起N次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现在这里是 都有N次 对不对 那我一起提出来的话 是不是它会变成N分之N倍的这个 那就是一倍的这个 所以说 这个会跟这个一样 所以我可以把分子分母一起N次 当然也可以一起开N次更号 又或者我可以这么做 我可以把 LOG A N次 就是底数有N次 我把它拿到前面 变N分之1 然后再送上来 给X 有N分之一次 它其实也相当于 底数跟 帧数一起开N次更号的结果 只是我有得开约掉 你没得开 对不对 那同样的也可以把底数的N分之1 提出来 然后变成上面的N次 例如 LOG 43 4要几次是3 这个数字 就会等于LOG2更号3 这样有懂吗 因为它是2的平方 它是更号3的平方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次方跟它的次方一起提出来 就变2分之2 对不对 就约掉 那这也是我们在一开始 就有跟大家强调 那个 上标下标 然后 想那个 次方要写小一点 然后LOG要往下标 这件事情要做好 要不然到时候你的写出来东西会自己连 连自己都会看错 好的 那交到这里呢 也就 就是说 开始进入到 我们要稍微记忆一下 稍微练习一下的LOG的公式 等于说前面的LOG的公式都是比较出于定义 包括像 这边 你说我可以用指数率推啊 现场推一下可不可以呢 我也不能说一定不行 但是就是说 逐渐开始 对于LOG的讨论呢 我们所使用到的这些计算规则 越来越多步骤的时候 它会变得越来越 不贴近数字本身 好 你看这个 4的3 4要几次是3 我不知道 2要几次是3 我也不知道 然后你跟我说4要几次是3 它就会等于2要几次是3 真的吗 那说明了 就是真的 所以学数学的这个价值在这里 就是说 便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靠你日常生活中买卖啊 这个 这个 借贷移动啊 就去简单的推论就有的 你很多东西还是要有人特别跟你讲 特别推论过你才发现说真的可以是这样子 那它就会变成是 等于这个世界背后的一条运行规则 你如果不去研究你还真的不知道 好来看这里 log a b分之1 那这个b分之1是b的负一次 所以它可以把负一次拉到前面 乘在前面 然后又可以怎么样 把负一次拿下来 它会变成负1分之1次 那还是负一次 所以它就是变成这个a分之1b 像这样子 也就是说怎么样 也就是说log2 1分之1呢 这个数字会等于 log的1分之1 3 可以吗 那这里有说明 如果2的n次是3 那2的负n次是1分之1 而1分之1的负n次是3 其实就是我这件事情 好的 来看看这一题啦 跟你说logx加log2y加log3z是6丘 x乘y乘z 那是的 我们在这里呢 就是要说log相加的话是帧数相乘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里把它整理起来 底数不写是10 就继续不写就好了 所以它会是x乘2y乘3z 所以是6xyz等于6 那如果你想说6xyz等于6 xyz等于1 那就错了 因为6这个东西其实是 底数不写是10 100万 所以xyz 其实是6分之100万 3分之50万 可以吗 第二题 计算这些log 我们就把它全部底数都调整成10吧 所以第一个底数是10 然后我们写一下 底数是10 32 我们其实如果写成那个值一数分解 会更容易看出来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写个2的5次 32是2的5次 这里也换成底数是10 等于底数跟帧数一起平方 那一起平方的话分子变成11 分母变18平方 18平方的话你也可以写它是2乘9 也就是2的一次然后这个3的平方的平方 所以是2的2次3的4次 那如果你觉得这一步这样子计算太多 你就先写18平方 等下再换就好了 然后 这个log没有写的也是10 我们把它写一下 那这个是5的平方分之2乘11 然后这个 根号10也是上下同平方变10 9的平方是3的4次 所以它就会变成log 以10为底 所以在这里变成是2的5次乘上 2的平方3的4次11乘上 那这个上下颠倒写 2乘11乘以5的平方乘上 3的4次 然后开始看可不可以约分 3的4次就约掉了 2的5次跟3次约掉还是2的平方 11跟11约掉 所以结果它会变成log 10的2的平方乘以5的平方 就是log100是2 这样子这题会了吗 其实不难 那当然你会想说这么繁复的去做这种计算有意义吗 唯一的意义就是让你们熟练而已 的确是也没有别的目的 来看这个问题 3logx40 2logx54 logx90 加起来是4的话求x 那底数既然都是x 同底数相加帧数相乘 不过首先我们要先把怎么样 次方搬上去 它是logx的40的3次加上 54的平方加上 54的平方加上 90 所以是 这个乘这个乘这个 那一样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下这个 值因数分解 如果一次分5到位我们就尽量了 能分到多少 这个是8乘5嘛 所以它是2的3次乘5 所以是2的9次乘5的3次 因为我还会再3次嘛 2的3次乘5再3次 9、6、54它是27乘2 所以它是3的3次乘2 然后一起平方了 所以是3的6次2平方 那90就是9乘10 是2乘5乘3平方 这样子 这样子我上面的2一共有 9次 10次 12次 3一共有 6次 3次 8次 5一共有 4次 等于4啊 所以你就知道说 X要几次是这样子啊 要4次 所以X4次是这样子 所以X就是这些东西的 4分之1次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次方 题目刚刚好 让它们全部都是4的倍数 你就知道说 其实X是2的3次乘以3的平方乘5 也就是 那这个是8540乘9 720 这样可以吗 好那我们这集就先上到这里 1 2 3 2 2